抗疫过度防疫的白纸运动遍地开花 在中央的医生令下 中国各地开始陆续放宽防疫管制 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不再需要扫健康码 餐厅酒吧正缓慢的开放 感染病毒者也不用再被强制送往 集中隔离所 可以待在自家自我隔离 此外购买退烧与抗病毒药物 也无需实名登记 北京朝阳区的排队人龙六号 从各小区的核酸检测站 转移到了药房 人手一大包治疗感冒发烧 红痛的肠病药 一般就是赏子疼 赏子疼因为之前就是喝 清开零口服液 但是昨天晚上已经过来了 它现在很多都是没有货的 那么一般也就是退烧的 或者是消炎的 电商平台京东的感冒发烧 咳嗽和消炎药的零售额 连续七天增长了18倍 平台最畅销的莲花清温 搜寻量将一年前增加了2000倍 单核售价从人民币30元 飙涨到了102元 居家快塞常用的抗原检测试剂盒 单单一个星期售价就暴涨了 344% 凸显社会大众对接下来的防疫路线 分成救治 把医疗资源留给重症高风险 人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觉得还好吧 因为身边上也有朋友 就是不幸感染了 但是好像症状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严重的也就是发发烧 然后烧两天 咄嗽然后就就转阴了 四天五天就转阴了 好像传染性也没有那么那么恐怖 官媒新华社在五号的社论 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 现在Omicron病毒致病例在减弱 中国的应对能力在增强 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总人口有14亿人 三年下来染病总数179万 死亡人数5235 美国总人口3亿3000多万人 病例总数9880万 死亡人数109万 中国防疫松绑之后 国际疫情推估机构 预测接下来的冬季感染潮 特别是新年大规模的人群移动 恐将有100万人死于新冠 上海复旦大学五月 所公布的疫情模型预估 死亡数字甚至高达160万 官方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 自80岁以上的长者 只有两成接种过两剂疫苗 外加一剂加强针 70到79岁这个年龄层的比例 不到五成 白智运动爆发期间 官方至80岁以上 完全接种的人数在四成左右 而美国65岁完全接种率为85.8% 75岁以上是95.7% 和其他国家疫苗优先以老年族群施打不同的是 中国2020年底开始施打疫苗 是以劳动人口优先 在其他国家所进行的疫苗实验 也是以年轻族群为主 没有足够的数据 可以向老年人证明疫苗的安全性 与有效性 加上过去狂犬病疫苗 以及白猴与破伤风疫苗 安全性和生产标准等一系列丑闻案 让老百姓对国产疫苗没啥信心 研究显示 中国国产的减毒疫苗 像是最广泛使用的科兴 对预防重症或死亡的保护力只有70% 辉瑞、BNT、莫德纳等MRMA疫苗保护力则是九成 中国长时期的封控 又使得仅有感染和疫苗接种所达到的混合免疫力 远远落后于当局所谓的新冠超额死亡国家 医疗资源方面 2020年中国每10万人加户病床床位 是4.5张 一届预估中国这波流行高峰 ICU病床的需求量是一百万床 远高于中国可负担的六万四千床 病床公布疫求将持续一个半月 无论是从疫苗接种率 加护病房的普及率 以及抗病毒药物的储备来看 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等于是白白浪费掉过去三年的宝贵时间 公司新闻 网货文编译